Hello,大家好,我是羊羊 羊羊,你好 Hello 今天要我代表GQ来问你50个问题 咱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啊 今天你在这里干嘛呀 开脚趾 还不错 开心 Visa 不会啊,为什么要管别人的看法 我通常都在房间自拍 -10分,因为我不会滑爪 1分 10分 我可以1000分吗 过于此量,过于此量 满分 6分,继续努力 小的时候有点洁癖 觉得好像现在已经没什么洁癖了 9分 处女座怎么 处女座挺好的 处女座现在也没什么人黑处女座 对不对 我觉得处女座很细腻 而且 他们是干实事的人 很实用 谁说的 谁 谁啊,有人说吗 不可能吗 是不是你们故意想赢我 赢我那个发火 谁说的 那就多聊一会呗 开心还是好 也没有想和谁交换人生 我觉得自己挺好 我会选择一个普通的学生 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之前的这段采访 之前采访和我现在采访 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看之前的采访 看七年前以前的采访 感觉就是 射死 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外号 自律 声音 那最大的缺点呢 选择困难 真诚 最大的缺点 真诚 最大的缺点 可能太真诚了 长得还起 那你做演员欠缺的地方呢 还是缺少一些乐力吧 作为演员的优势 我觉得我自己也没什么太多的优势吧 然后我觉得作为演员 就是也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去 积累更多的经验 然后去体验各种不同的角色 然后从中吸取掉很多 不好的地方 以及再优化掉很多 好的一些东西 你生气时的表现是什么呢 你一直说话 那你生气的时候 别人要怎么想你呢 多动我说话 生气的时候谁跟你说话呀 我生气时的话 别人应该 晃不了我 因为也不会 太要靠近我 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 也不 就让自己一个人待着吧 不怎么说话那种 乖急乖急 我妈 快说呀 还犹豫 流连吧 因为我想的就是因为我 看过那个电影 就突然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想的是一个电影 就是荒岛求生 我反正就想的是 我可能处在一个 热带的一个岛屿上 然后只有榴莲 我那个时候也回到榴莲啊 我那个时候也回到榴莲吗 现在你会怎样向大家介绍你的身份 身份 我还用向大家介绍吗 介绍身份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杨阳 相比于2015年 你认为这七年 你最大的成长体现在的爱 最大的成长 我觉得更加的坚持自己吧 更加的按原则在走路 不会去为很多的事情去妥协 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比如说 演自己喜欢演的角色 我觉得时间会带你去 时间会帮助你很多 对 我觉得任何人都需要时间 虽然这段时间里可能会有 各种不同的事情 有酸甜苦辣 但是我觉得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 最最最宝贵的 有没有觉得哪一刻自己浴火重生了 能分享一下你浴火重生的故事吗 对于演员来说就是自己的作品吧 一次第一次能够 比如说有好的作品 有自己的作品上映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 我觉得那就是下一次的浴火重生 你觉得让人感到痛苦的火 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关注你的人很多 然后他们会对你有很高的要求 然后反而在这种压力下会有一些烦恼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话始终都是 会不懈的努力去坚持自己所做的事情 怎么样熬过大火 时间就带你熬过大火 对都需要时间的 会不会有哪个时刻让你非常想要回到2015年的夏天 有某一个时刻让我特别想回到我刚出生的那个时刻 让我再活一次 怎么就回答是太过了吗 有什么好笑吗 真的真的 如果回不到出生的时候 如果再回到像上军艺的时候 在皇上军校的时候也可以 如果回不到 那就回到 几个五十位那个时刻吧 那个时刻真的 如果是再一次采访 我应该不会像那个时候那么幼稚 可以了吧 看不下去了 就看以前真的是射死